金牌羽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毒賣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Ada 越來越多國際學生申請加拿大難民庇護 同時還有蛇頭通過抖音招攬加拿大偷渡美國生意 這個趨勢已經令加拿大政府非常擔心 加拿大移民部長米勒9月22日表示 越來越多國際學生在獲准遲學生簽證入境後 就申請庇護留在加拿大 並說這是一種令人擔心的趨勢 據Global News報導 移民部長米勒在9月22日播出的《世界區》節目中 接受採訪時表示 這些申請人利用國際學生計劃 作為進入加拿大的後門 申請庇護也是為了減低學費 他還指出 大學同學院必須修改篩選和監控程序 來杜絕這樣的學生 米勒說 他們的部門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並且建議進一步改革計劃 他是在秘民度 近日一名這月在魁北克被捕的 北勒斯坦男子可汗 是否在2023年持學生證進入加拿大 並且申請了被護後 發表了上述的評論 據說這名被捕男子 策獲了針對紐約市猶太人的恐怖襲擊 麗勒說 他無法對可汗的案件發表評論 因為該案件法庭正在審理 隨後被問到 總共有多少國際學生申請了庇護 部長說 這個數字不斷增加 老實說 這令人非常擔心 理論上 原本到這個國家的學生 有能力生活和支付學費 他們的學費是加拿大人學費的四倍 他還說 我們發現 這種情況發生在他們來到這裡的第一年 通常原因並不是那麼正當 尤其是為了把學費 減到加拿大標準 有人利用了這個機會 並作出一些投機取巧 加拿大統計局表示 雖然加拿大研究生和本科生 每年平均支付7,300至7,600家元的學費 但是國際研究生去年支付的學費 就超過2萬3,000家元 對於本科生來說 每年的學費超過4萬家元 政府上個星期宣布 明年將會進一步減少加拿大簽法的 國際學生許可證數量大約10% 之前的上限 是比以前的招生水平 降低了35% 聯邦上限的目的是在人口增長 住屋和公共服務緊張的情況下 將加拿大臨時居民的數量 由總人口的6.5%減到5% 米勒呼籲大學同學院 通過修改招生和取錄的做法 來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並在採訪中重申了這些呼籲 他說這個目的是實現國際卓越性的計劃 而不是出於任何原因 令一些人進入加拿大的後門 米勒表示 這是我今年大部分時間進行改革的一部分 來確保我們擁有更好的國際學生簽證系統 不過從一開始 就發現欺詐行為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要考慮造成的影響 和長期痛苦 包括提出虛假 或不是太可能的庇護申請 造成的負擔 一些大學已經表示 今年國際學生入學率 下降了45% 遠遠高於奧泰華上限的目標 在來自埃及的一對父子 私嫌在多倫多 為ISAS伊斯蘭國發動恐怖襲擊 已經在7月被捕後 加拿大的安全篩查系統 受到嚴格審查 米勒早前在國會國家安全 及公共安全委員會露面的時候表示 政府對加拿大的安全篩查 充滿信心 在9月22日播出的採訪 米勒再次表示他有信心 但是就承認 需要做更多工作 他說 我對我們目前的情況 是不是完全滿意呢 不是 我認為 任何處於我這個位置的人 都不會扮滿意 公共安全部長也不會 他補充說 我們需要一個不斷發展的安全機構 但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比幾年前使用的生物識別技術 之前的情況好得多 我認為這是加拿大人 可以感到安慰的事 偉立表示 他已經命令副部長 對最近發生的事件進行內部審查 包括對這對父子入境時候的情況 並在未來30天內 提交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需要指出 我們需要解決的陷阱 以及問題是否具有系統性 部長不願意就所謂的恐怖疑犯 如何逃避偵查 或者邊境官員出現漏洞的 具體指控發表評論 但是他補充說 邊境安全 並不是加拿大獨有的挑戰 政府必須與美國預及墨西哥合作 提供安全參數 並指出 涉及恐怖襲擊案件的爸爸 是由美國陸路進入加拿大的 除此之外 由加拿大非法越境進入美國 已經成為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熱點話題 很多蛇頭 正在在北美版抖音平台 公開宣傳他們的偷渡服務 據CBC報導 記者和一名管理十幾個抖音帳號的蛇頭 進行了對話 該蛇頭聲稱 偷渡去美國不難 我們每天都在這裡做 在這裡出發 一小時就能夠到達邊境 接下來 你需要步行40分鐘穿過松林 這名蛇頭自稱 居住在安大略省賓頓市 他的一個抖音帳號 有超過36萬粉絲 目標客戶主要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印度留學生 此外 這些帳號還發表了客戶 用龐傘譜譽表達對服務滿意的影片 CBC的記者假扮顧客 透過抖音聯繫了其中一名蛇頭 哈利 哈利的要價是5,000家元 並承諾偷讀成功後再付錢 另一名蛇頭的要價就更低 只需要1,500家元 並提供團體優惠 兩個人只需要2,500家元 他表示 客人將會由Uber司機 在夜晚遊蒙特利爾 接到去灰北克南部邊境附近 然後步行越境 蛇頭不會親自帶路 但是會通過電話提供指導 灰北克的洛士鹹路 和其周邊地區 是飛佛入境美國的主要通道 今年1月以來 已經有1萬3,000人通過這裡 偷渡入美國並被捕 但是5月至7月 就有接近9,000人被逮捕 大部分被捕者是印度 或孟加拉公民 持學生證或旅遊簽證進入加拿大 此外 面書也有私人群組 提供一男子服務 包括由印度到美國的簽證辦理 加拿大機票 以及越境入美國的一條龍服務 收費高達13萬家元 比斯省昆特蘭理工大學政治學教授 辛德雷普 表示 這些服務之所以有市場 是因為由印度到加拿大的簽證手續 更快更容易 而獲得美國簽證就更加困難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本台記者黃蘭 周恆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本節目的《紳士國聽新聞》 製作的《紳士國聽新聞》 請多多支持